哈喽,哈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视节目 我正在在广州库堂,广州库堂 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本事 参展商工作人员通过线上平台向观众展示产品 并热情介绍正在举行的广交会 第133届广交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 进口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并首次在三个展期均设置进口展 来自中国香港的一灯具参展商告诉记者 这是他们第二次参加广交会 希望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能收获更多订单 对于我们装饰灯产品的话 其实去国外参展是特别困难的 因为太多的东西需要带过去了 所以说在国内的广交会啊 光亚展或者是香港展这些 我们都尽可能的会去参加一些 想拓展通过这个样子的一个平台 去找到更多不同国家的对标买家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进口展面积达3万平方米 较疫情前增长五成 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 508家境外企业参展 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的参展企业 占73% 在进口展区 意大利企业贝纳利带来的摩托车展品 受到境内外采购商的关注 该企业中国区负责人说 他们从2011年就开始参加广交会 这个平台让全球客商都能认识到这个品牌 每一天大概都有将近200个客户吧 到我们这儿进行访问访谈 那么目前我们也是跟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达成了一些意向 包括我们中东地区的 欧洲地区的 包括东亚 东南亚 美洲的客户 那么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是从重庆这边过来的 本身也是从事摩托车这个行业的 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广交会 此行来的目的呢 主要也是想看一下这个广交会的一个氛围 也想看一下整个摩托车板块 一个出口的一个形式 同时也想看一下进口商这块 针对我们国内它又是怎么一个情况 据悉本届广交会为全球构建安全 可靠高效的供应链创造新机会 在相向而行中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